三支国小在每年热林学习中心期末成果展时 都会带着学员走出户外 关怀不同社区的长辈 10号当天热林中心合唱班的长辈 就来到了石门托老中心 将唱歌跳舞的欢乐气氛带来 透过影法族带领影法族的方式 让长辈们能够轻松的融入活动 开心的享受活动 最后感恩之际 三支热林学习中心的合唱班 带着乐器以及满满的热情 来到石门的公共托老中心里 关怀长辈 可以说是长辈关怀长辈相当特别 而三支热林学习中心合唱班的长辈 还自组成乐队 带着托老中心的老人家又长又跳 现场的气氛相当热闹文心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带着这些 我们的学员们然后出来 然后跟大家一起同乐这样子 我们就是有合唱课 然后有流行歌有舞蹈 然后有律动 那怎么样不思议长辈 就是因为长辈他们都喜欢唱一些流行歌 然后我们就带一些舞蹈动作 然后让他们开心 让他们可以愿意走出来 今天很高兴就是带着我们三支 国小乐林中心的合唱班 来到石门托老中心 那其实乐林的组织的用意就是 先组成希望我们这些长者 一起到我们中心来 开始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人生 那这群合唱班的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他们今天就是有这个热情 然后到我们这个石门区来 也是希望把他们这一段时间练习的一些成果 然后把这些欢乐带给其他地区的老人一起同乐 三支国小在每年乐林学习中 星期末成果展时都会带着班员走出户外 关怀不同社区的长者 将唱歌跳舞的欢乐气氛带给更多的老人家 透过银法族带着银法族的方式 让长辈们都能够轻松地融入活动 开心地享受活动 欢迎 开心 开心 他们热灵都是年轻松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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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 跳舞相很好 爱啦 这是运动啦 不要跳 跳不好玩 爱跳舞是很运动 但是我很欢迎 欢迎生 长辈们齐跳海草舞一起高声欢唱 最后端出蛋糕要来庆声 自弹自唱的生日快乐歌等等 都让公托长辈小得合不容嘴 而乐林学习中心也期待 透过走出课堂的活动 要让学员长辈们有更多的学习 也将平日里所学的才艺 在热闹又感恩的气氛中展现给大家看 记者 廖品涵 时门采访报导 都没有想像中心的一样 我会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 但是我会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 我会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